來 羅醫師來教大家 和骨穴的話在我們的手上 它的找的方式就是我們的手 把它稍微做一個冰籠 你會看到說我們冰籠的時候 會有個凸起來肉的這個地方 這個肉的地方它其實這個 最高的地方就是我們的和骨穴 然後你這樣子把它往下壓 這樣下去超酸的 對 你要往食指的方向壓 它那個酸的感覺會更明顯 如果有些人是這樣直接 讓手張開就壓中間沒什麼感覺 所以你要這樣子把它往食指的方向壓 很酸 這個的話它跟我們腳上的這個 太沖穴 因為我們左手右手都有 兩邊都有 這四個穴道我們叫做四關穴 四關穴就打通我們身體 所有的氣血的循環 所以如果你常常覺得你的臉色 比較暗沉 氣血循環不好 手腳冰冷的人 就可以按那個和骨穴 如果很酸痛 是不是代表氣血比較不好 沒有 其實和骨穴它按下去 一定都會酸 因為它是我們人體的大穴 它如果酸的感覺有時候 你會甚至感覺它往上 對 或是往食指的方向跑 表示你按對了 好 那另外就是在這個 腳的話就是我們的那個 太沖穴 太沖穴的部分 它其實是我們的腳大指跟 那個二指的中間 然後你去找它 這邊是有個我們骨頭的 那個邊緣的地方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我們的太沖穴 所以它大概是兩隻 還是三隻手指 沒有 它大概你去摸的話 大概是就是我們這邊有骨頭 腳底的這邊的骨頭的那個 前緣的這個地方 它一樣的話就是按壓 也會有些酸酸脹脹的感覺 那剛剛講說它打通全身的氣血 然後它的話又是可以讓我們的 身體的那種血液循環這些 讓你的臉色變好看 然後再來的話 然後三陰膠穴是女生婦殼常用的一個穴道 像我們的話就是四隻手指頭 然後去比我們的腳內側面這個地方 然後腳踝 這個最高點的地方 你用四個手指頭去比 然後摸我們的那個頸骨 這邊有一個骨頭 骨頭的後緣的話 這個叫做三陰膠 你摸下去也是會酸酸的 它為什麼叫三陰膠 它是三條一面的筋脈 就是乾皮剩三斤的教會 所以女生的話包括水腫啊 氣色不好啊 或是月經不調月經不順都可以按這個選擇